来看一下是什么星座 就是有两个星座 是金牛座跟双鱼座 他们是需要增加肢体接触的 就是假设你们两个 现在感觉好像比较淡了 没有什么话好聊的 就多亲亲啊 多抱抱啊 对不对 多爱爱啊 对不对 老师就是很直接来 对对对 本来就是要肢体上面的接触 要多接触 那当然金牛座比较最重 是最我们刚刚讲的最后那一个 好不好 哦真的啊 金牛座最重的是 对对对 就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一个 哦所以金牛座是比较在乎的 是两性之间的 对对对 touch 有没有 对 它更比起双鱼座还要 那双鱼座是体牛前面 什么轻轻抱抱 就是一个是比较重口味 一个是还好的 对 就是两个星座 都很需要肢体接触啦 就是这样讲 那金牛座的口味比较偏重一点 对对对对 不同的需求啦好不好 给大家一领考 金牛座在这深入 OK 在深入 需要深入探讨好不好 好 就金牛座的部分 是金牛座吗 嗯 好 那有人不喜欢深入探讨怎么办呢 好 有两个星座呢 我们要抓住它的胃 嗯 有两个星座 我们要抓住它的胃 喜欢吃美食吗 对 就是巨蟹座跟金牛座 哦 也是金牛座 对 因为有的人不是很喜欢深入探讨 对不对 哦 还是有分嘛 那如果你不喜欢深入探讨 没关系 那你好歹也抓住金牛座的胃嘛 哦 所以金牛座 如果你很会煮东西 或者是大家去吃美食什么的 它就会跟你的 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会比较融洽一些 对 就是对巨蟹跟金牛来说 吃很重要 吃很重要 然后再来是 另外这两个星座很重要 就是射手座跟白羊座 这两个星座 它们是需要就是有共同的嗜好 哦 共同 兴趣 对 两个就是要有同样的兴趣 就是可能是运动啊 或者是去听音乐 看电影什么的 对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 最近感情比较淡的话 你要先知道 你的射手座的情人 或是白羊座的情人有什么兴趣 投其所好 哦 所以要跟他一起去做 他有兴趣的事情 对 有共同话题 就会增加量 比如一起去看电影啊 不要看完之后都没有聊剧情 像射手座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或是跟白羊座一起玩游戏 因为白羊座是喜欢玩的星座 跟白羊座一起玩游戏 就算你不喜欢玩 也麻烦你站到旁边看 哦 只要跟他们一起参与就对了 对对对 要有共同的那个嗜好或兴趣 是 对 然后再来是 呃 比如说像射手座跟天瓶座 好 射 对 讲错了 射手座跟水瓶座 哦 基本上呢 呃 要给他们独处的空间 不要太黏 要他们喜欢自由吗 对 像有些星座很喜欢夺命连环空 这就对水瓶座跟射手座的人就很不OK 对 然后再来比如说像那个 呃 射手座跟天蝎座 诶 我好像没有写完耶 糟糕 对射手座跟天蝎座 对射手座跟天蝎座而言 对射手座跟天蝎座而言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了 比如说什么肢体的接触啊 然后性生活愉悦啊 然后对于他们这两个星座而言呢 其实那种心灵的交流很重要 哦 那不知道怎么心灵交流对不对 没关系一起喝美味的咖啡 哦 这样就可以啦 一起喝好喝的酒 哦 这样就也行就对 对 这样也是一种心灵的交流 哦 就对他们说 对狮子座跟天蝎座来说是可以 嗯 可以接受的 而且增加增温啦 让你们感情增温 对 可能就会防止有些小三突然入侵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我都讲啦 那个小三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的问题 嗯 那如果不改善的话 导火线可以很多条好吗 哈哈 大家就可以趁虚而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哦 给大家一点参考好不好 大家还是要去做啦 不要再 就是突然 突然出现小三你就会措手不及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啊 千万不要等了小三出现 再来问老师怎么解决好吗 对老师应该很常会遇到就是因为小三问题要去问你的 就是因为小三问题要去问你的 很长啊 超长的啊 对啊 太可怕了耶 但我们值得恭喜的是上周水逆已经结束了嘛 对 这周 15号15号昨天ending 终于结束了 水逆终于结束了 但是这周应该发生很多事情 大家应该心有戚戚焉嘛 那我自己也是你知道啊 就是觉得水逆真的太可怕了 对像我礼拜五的时候笔电就换掉了 就突然会 就送就送球 就自己会shut down你知道吗 就自己关机重开 然后就送胸你知道吗 都快哭了 所以水逆终于好不好 对 所以我刚刚没有写完是正常的OK 也是水逆的受害者就对了 对对对对 好 所以这周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像这周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个不好的天象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那这个礼拜有个不错的天象是第一极星跟第二极星 第一极星是木星 然后第二极星是金星 然后这两个星这个礼拜日会有一个对冲的一个相位 那很多人都以为对冲不好 可是我倒觉得说这两个星座对冲的 这两个星星金星跟木星对冲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错的火花出现 所以像这个礼拜对于很多投资理财的人来说 或者是在感情的部分来说 这个礼拜都会有一些不错的发展 所以如果你们有看我的周围 你可以看到我写说很多人这个礼拜的桃花都很怕 终于摆脱上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分手潮的可怕的事情 对 从三月中到四月中这段时间非常非常多人分手跟离婚 恭喜好不好 如果还撑过这段期间的人 应该之后 都是真爱 都是真爱 有撑过都是真爱 可以平平平顺的过一阵子了 对对对 哇 好不好 想要知道更多星向的资讯也欢迎大家 赶快搜寻列书 专心施艾薇好不好 有没有很多老师都会PO一些资讯在上面 大家有些可以去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关于星向方面的疑问 对对对 我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老师好学人的主题 希望今天的小三主题大家有喜欢 那如果有什么想要聊的主题的话 也可以私信跟我讲 然后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些准备 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的老师好学人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小三退散啊 天啊 这几个星座 应该一定在准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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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